朋友们好啊,这场球大家都看了吧 反正我看的是特别的欢乐 特别到最后点球大战的时候 看着这个巴西跟克罗地亚是吧 我承认啊,我最开始的预测 我想的是这个巴西晋级四强 而且它有很大的概率最后能够进决赛夺冠啊 从实力上来看 巴西确实也是那个纸面实力更强的那个球队 至少在克罗地亚面前 它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 巴西整体的上一场 它跟韩国一意待劳 因为韩国它说实话 它是拼掉葡萄牙 硬进击的 它基本上在小组赛最后一场的时候 已经是拼光了自己所有的姿态 然后在跟巴西的时候 它就没想着赢 跟韩国跟巴西踢的时候呢 也是确实 开始打对攻了 最后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巴西那场呢 也没费什么力 基本上不费吹灰之力 就赢了韩国 说实话呢 说实话呢 巴西这边一意待劳 克罗地亚这边跟日本踢完以后 退了一层皮啊 所以一边倒的 这个舆论也好 这个我看了一下那个水位啊 那个博彩公司给的水位 一边倒的去看好巴西 嗯 大家记住啊 每当往往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而且我刷这个帖子 各种各样的帖子 我倒笑死了 我今天早上刚起床 我就看 看到这个小说 很多人就说 巴西要是能输 我的直播吃事 好多这种呢 好多这种言论 真的 巴西的这个人品啊 都被这些网友给败光了 巴西赢韩国 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结果呢 这个我当然我说的是国内啊 国内的这个舆论里面 就是大批的就开始嘲讽韩国 说实话 人家韩国踢的不错 你中国队你有本事 你也捞一个出现近16强了 也捞一个在世界维护 跟巴西争刀争枪干的机会啊 这不没有吗 结果这帮人就是因为 自己的这种喜好厌恶 就去嘲讽人家韩国队 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啊 对不对 嗯 巴西呢 在上一场展现出来了 无与伦比的这种控制力 这种强大的实力 但是在克罗地亚人面前 他就逊色了一些啊 所以呢 我早上看到 所有的舆论水位 都在一边岛的压住于巴西身上的时候 我发了一个帖子 我特意把那个小树书上面的那个截图 网友的截图给发了出来 我说 我现在无比的希望克罗地亚能够干翻巴西 而且我也有这个预感 所以我就赶紧在比赛之前我就发了 说实话 这个结果并不让我意外啊 克罗地亚呢 虽然是上一场跟日本踢了很久 虽然他 球员年纪偏大 确实是偏大 整个的结构上面呢 这个人员结构上面 确实也是老龄化比较严重 但是他展现出来的东西可不一样 你看同样都是老龄化严重 你看看比利时 对吧 他这个东西就取决于什么呢 人员上的配置 其实是其次的 世界杯上最重要的是教练 教练的战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比利时的教练 马格内斯 他但凡 采取一个稍微保守一点的战术打法 他也不至于小组菜就出局 比利时应该会走得更远 他的阵容没有那么差 他的质量 球员质量没有那么差 他完全是因为教练采取的战术 教练采取一个更激进的战术 但是你的人员配置又够不上激进 那就完蛋了 克罗地亚这边 达里奇 他就非常的务实 什么叫做务实 今天克罗地亚就掩饰了什么叫务实 克罗地亚说实话 他作为上届的亚军 他的实力没那么差 咱们看一下他的中轴线 他这个门将 咱就不说了 今天晚上 这个绝对全场最佳 绝对全场最佳 他就封神了 贡献了11次扑救 大家记住 只有弱队 为什么说弱队出门将呢 只有弱队才会给门将机会去做扑救 在一个强队 你说阿利松他一场比赛做11次扑救 怎么可能 谁给他机会 就什么样的球队能够围着巴西攻 攻11次 然后给你扑救的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弱队出门将 而且再一个是 弱队他的打法不会很激进 他不会说我攻出去 放手一波 你在面对一个比你实力强了 至少纸面实力比你强的球队的时候 你首先想的是 作为一个教练啊 足球比赛里面 你首先想的是如何去防守 我如何我把我的这个球员都压到自己的半场 先把这个场面控制住 然后我再去找机会 这是一个教练最基本的想法 克罗蒂亚今天做的就非常的合理 他把自己的阵容压得非常的非常的深 巴西队我知道你强 你是冠军热门 你的球员个人能力实力都很强 那么我就等着找机会 克罗蒂亚今天做的 首先门将方面做的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后卫 戴面具的那个哥们 才21岁 今天但是他的身价已经打出来了 这是未来一个 毫无夸张的说 能够价值5000万欧元以上的 这么一个中卫 现在很年轻啊 哥瓦迪奥尔是吧 加上洛夫伦 洛夫伦曾经也是在我利物浦效力过的 也是铁位 在国家队里面 虽然年纪稍大一点 但是呢 这个中卫这个组合 其实并不差 并不差 再往前看 布罗佐维棋 科瓦契棋 莫德里棋 这就更不用说了 整个这个中轴线非常强 边路上再搭配一个佩里希棋 佩里希棋年纪虽然大 但是你今天看了这个热刺的比赛 你之前看了伯米的比赛 你会发现佩里希棋的发挥 是相当可全可点的 他正处在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所以呢 你看这个克罗蒂亚呢 你不能小看他 虽然说在边路其他的这个封线上 他确实是不太行 但是人家整个中场 他这个中轴线没有断 所以你不能这么去 就这么样的去看扁克罗蒂亚 好歹人家是上帝的亚军 好歹他的中轴线 依然是保持着世界一流的水准 所以呢 当我看到这个赔率 当我看到所有的舆论 一边倒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过分了 这个有点过分了 巴西和克罗蒂亚顶多是一个球的差距 就纸面实力上是一个球的差距 其实导致克罗蒂亚今天能够在这个120分钟 就两个小时时间内能够不丢球 能够 也不是说不丢球 能够逼平巴西的最大一个因素 是巴西的节奏被打乱了 我说过 足球比赛里面 节奏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换点 巴西的节奏 你看巴西打韩国什么节奏 一打起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恐怖 所以他节奏一旦起来的话 你就控制不住了 克罗蒂亚今天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他通过自己的 顽强自己的这种韧劲 韧性 去打乱巴西的节奏 每当巴西想要起飞的时候 我就去破坏 这样的话 巴西的节奏始终是很难的打起来 节奏打不起来的话 我就把 就相当于这么巴西 他被 就每当想要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博尔特 他跑得快是吧 你刚想冲刺 刚想加速的时候 就有人过来抱你大腿 就给你拽住了 这就是克罗蒂亚 你看到后来 这个克罗蒂亚其实有点惨啊 他那个防线被巴西冲的 差一点都要冲破了 就不行了 但克罗蒂亚人家还是非常的顽强 就是把你的节奏打乱 不让你起飞 不让你起飞 就给你拖住 克罗蒂亚说实话 这场比赛 他就没奔着想赢球的方向去 他就是奔了点球大战去的 点球大战里面 克罗蒂亚状态确实非常的好 你不能怪日本 那个罚不尽 确实克罗蒂亚 你这个球 我当时进入点球大战的时候 我都觉得 机会来了 克罗蒂亚的机会来了 好吧 果不其然 当然我们还要说一下 这个内马尔 打进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他不是进球进的漂亮 他是位置 位置感 这顶级球星 他就强在什么地方 那不是说 会两个技术 会得过人 就是你就能成为顶级球星了 巴西队里面有几个球员 说实话 我们并不喜欢 你比如说 那个李沙利松 你比如说 这个安东尼 这都是我不是非常喜欢的 甚至包括维尼修斯 这都不是我非常喜欢的 维尼修斯这两年好很多了 维尼修斯刚去黄马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都是典型的 这种巴西 巴西球员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他说很多啊 都是这个街头 街头足球出身的 包括你我 平时大家有踢球的习惯的话 大家踢的都是街头足球 不是那种典型科班出身的足球 街头 街头足球有个特点 就是他特别讲究花哨的技术 特别喜欢玩技术 当然我的技术肯定不行 虽然我也是街头 踢这个街头 但是就是随便踢野球 巴西这边就是 小孩全是踢野球 而且就是疯狂的去练技术 你看安东尼的那个技术多好 他小技术其实非常棒 但是他为什么成不了顶级球星 很大的原因 就是内马尔 为什么能成为顶级球星 就是一个蜕变 包括维尼修斯 他现在也能成为顶级球星的一个 很大原因就是他改变了 他踢球的时候 想的更多的是整体 球就是整体 更多的时候 他的选择 他的站位 他的跑位 他的选择 当你这些东西能够达成一致的时候 你就成为一个顶级球星了 所以今天内马尔的这个进球 非常的漂亮 诠释了什么叫做顶级的跑位 顶级的技术 当然我也我觉得 我是很讨厌前期的内马尔 但这两年内马尔 我觉得务实了很多 踏实了很多 就没有那么多花哨 那么多羞辱人的动作 相对来是少很 已经收敛很多了 这个年纪当然也到了 只不过呢 非常可惜 这很有可能就是内马尔的 最后一届世界围了 30岁了 一般30岁 你说在科罗地亚 你还能提一提这种国家 你放巴西 不断的有新人涌出来的时候 非常非常难 而且内马尔 他再过四年 他状态能够保持成什么样子 大家谁都说不清楚 赛后呢 咱们也看到 那马尔哭得非常伤心 估计也知道自己 这辈子跟世界杯冠军无缘了 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梦想 但是呢 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足球就是圆的 一切呢 就有可能发生 今天科罗地亚 向全世界再一次的诠释 什么叫做用不放弃的精神 这个球队我一直很欣赏 很喜欢 我欣赏他的是 他的这种拼搏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当你面对一个拥有着 非常高天赋的这么一个 一批球员 你仍然能够不放弃 仍然能够 在甚至在赢球之后 放低姿态的去面对 这种低调 这种朴实 这种不放弃的拼搏精神 值得所有人去学习 所以今天科罗地亚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表率 其实上届世界杯 他就已经发挥的非常不错了 这届世界杯 继续延续着他们的这种神奇 科罗地亚这边 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他们已经卸下了所有的保护 但是我虽然不怎么看好 科罗地亚最后能够进决赛 夺得冠军 但是走一步看一步 咱们看看他决赛的对手 到底会是谁 这个半决赛的对手会是谁 总体上来说 巴西科罗地亚 符合我在赛前的想法 巴西呢 非要说败人品 那就是被网友给人品给败光了 所以大家 大家那个 你可以看好一个球队 但是呢 话不能说太绝 你不能去羞辱失败 你不能说因为这个 别人失败了 就羞辱人家 韩国输球了 就羞辱人家 去嘲讽人家 这个不值不应该啊 不应该 所以呢 希望说大话的 喜欢说大话的这些 这个网友啊 多一份尊重 多一份尊重的话 说 并且这个说话的时候 给自己多留一些后路 这个 还是还是不错 这场球看的 我很激动 我非常的满意 我觉得呢 值得看 非常好看 八强 我再说一句啊 没有弱虑 葡萄牙 上一场 虽然也是打胜 瑞士 当然我们要等明天 结果出来又再说 但是葡萄牙绝对不会轻易的 去躺过摩洛哥这一关 大家听我这句话 绝对不会非常容易的 躺过摩洛哥这一关 他赢瑞士 有很大的运气的充分 有瑞士自己变阵 胡乱的去变阵 忙了这个 乱了阵脚 被葡萄牙捡了一个便宜 所以说呢 咱们走一步 看一步 巴西 克罗地亚这场 先聊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镀